各位广大的考生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大广校 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向下学习 来看第二章的第九小节 安全技术措施 安全技术措施非常非常的重要 在考试的过程中所占的分值比例相对比较高 那一般能够达到四分到五分的知识考点内容 而且呢这四分到五分 基本上是在一个点上来进行集中考察的 也就是安全技术措施整体的内容分类 那咱们先来说一说安全技术措施的类别 安全技术措施咱们按照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来进行分类 无非是分为两类措施 一个是防止事故发生的措施 一个是减少事故损失的措施 什么是防止事故发生的措施 其实就是预防措施 让事故不发生 或者是降低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而减少事故的损失的措施 是事故发生之后 我们尽量的来减少损失 使损失最低化 那如果从一个事态的过程来分析的话 防止事故发生的措施 更多针对于事前 而减少事故损失的措施 是针对于事后 那对于防止事故发生的措施 主要包括消除危险源 如果你能从本质上把危险源消除了 那这个事故就不会发生了 对吧 那或者是呢 我们把危险物体以及危险源和人产生隔离 人以及设备无法接触到危险 就不会导致事故的发生 那再就是我们可以采用限制能量 或者是危险物质的手段 以及采用本质安全 比方说故障安全设计 那再就是减少故障和损失等相关的手段 来实现预防的措施 而减少事故损失的措施呢 你比方说隔离 就是这隔离跟前面的隔离一样啊 对 字是一样的 但是本质的含义稍有区别 那所谓的区别是什么呢 比方说发生火灾了 发生火灾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一道墙 或者是一道沟的形式 把人和着火的区域隔开 人不会进入到已经产生着火的范围 而且火也不会向外扩散 那隔离的手段就实现了 其实就是来限制产生灾害的 这个因素的一个范围 或者是设置什么呢 设置薄弱环节 有关于薄弱环节这四个字 在技术教材中是有非常明确解释的 比方说对于压力容器 我们可以设置安全阀 爆破片等装置 那这些呢都属于薄弱环节的设置 主要的目的就是 当设备产生超压状态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薄弱环节 来进行及时的泄放 减少事故的损失 好 那个体防护是针对于个人 来进行的一个安全防护 比方说戴着安全帽 穿着防护服等等 那再就是避难与救援 这都属于减少事故损失的措施 好 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呢 我们先把这些具体的手段的归属 把它记住 问你防止事故发生的措施都有什么 你要张口就来 消除危险源 隔离限制能量 以及故障安全设计 还有减少故障和损失等有关的手段 以及减少事故损失的措施有什么呀 隔离薄弱环节 个体防护 避难与救援 这个一定先把它记住 因为考试呢是以归类的形式来进行考察的 问你下列的这些例子或者是这些内容 哪些是属于防止事故发生的措施 哪些是属于减少事故损失的措施 如果从标题上无法进行归类 那这道题你肯定选不到 选不对 但是这只是最基本最前线的一个地方 因为在考试的过程中 我不可能ABCDE或者是ABCD 这么几个选项 直接给你放标题 说A选项叫消除危险源 B选项叫限制能量 C选项叫故障安全设计 B选项叫个体防护 然后问你哪一个不属于防止事故发生的措施 这种题目就太侮辱你的智商了 太为简单了 所以他不会这么考 所以在考试的过程中 一定是根据具体的手段来进行一定的举例 让你来判断这个举例 是不是消除危险人的手段 是不是限制能量和危险物质的手段 是不是避难救援的手段 是不是薄弱环节的手段 你判断完成之后再进行归类 它是属于防止事故发生的措施 还是减少事故损失的措施 以具体案例举例的形式来进行归类 所以它整体的难度就会有所提升 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你要看清楚 我们现在所说的是技术措施 它强调在技术手段上提出的两类措施 一个是预防的 一个是减少的 那么能够实现安全的措施 我们仅仅只包括技术措施吗 不是吧 有没有管理手段的措施 也有 那么在考试的过程中 我是否可以把选项中 混入一些管理手段措施 来恶心你呢 也是可以的 ABCD四个选项 其中有三个选项是安全技术措施 另外一个选项是管理措施 然后我问你哪些属于安全技术措施中 能够减少事故损失的措施 你这个时候 你不仅仅要能够对预防和减少两类措施进行区分 还要能够对技术措施和管理类措施进行区分 这就是整合性的题目 整体的题目就会非常难 它的难度就会提高 那这也是在考试的过程中 这个考点为什么这么喜欢考 只要出题基本上命题人能保证 三道题里头至少有一道题你会做错 最多让你三道题全错 命题人就有这个水平 所以这个地方要求大家必须掌握 重点中的重点 考试百分之百考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 防止事故发生的安全技术措施 防止事故发生所采取的约束 限制能量和危险物质 防止其意外释放的技术措施 而减少事故损失的安全技术措施 是什么呀 防止意外释放的能量 引起人的伤害 或者是物的损坏 或减轻对人的伤害 或对物的破坏的技术措施 其实简单的说 防止事故发生的安全技术措施 就是让这件事它不发生 没有这个可能性 而减少事故损失的措施 是什么呀 是这个事一旦发生了 我们尽量的把危害性降到最低 所以我也说了 防止事故发生的安全技术措施 是事前的控制 而对于减少事故损失的安全技术措施 是针对于事后的控制 事前事后是一个理解的点 我们是可以通过对选项进行判定 它是事前控制 还是事后控制来选择 它到底属于哪一类 但是这里还是会有一些 比较纠结的地方 就是在实际判定的状态下 咱们很多同学可能不太理解 说这个东西或者是这个装置的设置 为什么我们仅针对于防止事故 事前控制了 而不针对于事后的控制 那咱们要给大家好好的说一说 那首先咱们先来看一下概念的核心含义 也就是做这一类的题目 我们必须要能够找到概念内核 你找到概念内核之后 通过内核来判断具体案例 这样才能够有效的解决 它属于哪一类 还是先来说防止事故发生的安全技术措施 它的内核是事前控制 或者是在正常状态下能量的释放 所以这里是有两件事的 第一件事我们在事前提出相关的手段 而且这个手段是针对于正常状态下的能量释放 而不是针对异常状态下 为什么 因为异常状态下的能量释放所导致了事故 那么异常能量下 异常状态下的能量释放 更多的就是它已经对外界产生了危险了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危险进行减少减弱 避免带来更多的危害 它才是事后控制 那现在整体就明确了 防止事故发生 是保证正常状态的能量维持正常运行 或者是正常对外释放 不要产生故障状态 而对于减少事故损失的安全技术措施 虽然是事后控制 但是更多的是针对已经发生异常状态的能量 向外释放出去的这种情况来进行解决 所以本质内核里面 我并不是特别的去建议大家去关注事前跟事后 因为这两个词在实际做题的过程中 应用性会有局限 因为很多题目呢 你光判断事前和事后还是判断不出来 它是防止事故发生 还是减少事故的损失 我们更主要的点是来判断能量状态 这就和我们在技术科目中对于处电中 直接接触电机和间接接触电机的判定是一样的了 直接接触电机的判定 怎么判断的 正常状态下带电机导致的储电现象 而间接接触电机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在异常状态下 本不应该带电的物质意外带电了 所导致的储电现象 那么防止事故发生的安全技术措施 就是来维持正常状态的能量的控制的 而对于减少事故损失的安全技术措施 一定是一个故障状态下的能量 它的控制 那么防止事故发生的安全技术措施 该类措施强调为主动的安全技术措施 我们要主动完成 而减少事故损失的安全技术措施 更多强调的是被动完成 什么叫被动完成 就这个事你不发生我都没有用 你发生了我才能起作用 你不发生我就没作用了 能理解这个事吧 那比方说举个例子 对于一辆汽车 那在汽车制造设计的过程中 我们提出汽车要设置安全气囊 设置安全带 那你告诉我安全气囊安全带 是防止事故发生的措施 还是减少事故损失的措施 它是减少事故损失的措施 为什么 因为只有你发生事故了 两个车撞到一块了 这个安全带才能把你拉住 安全气囊弹出才能对你产生一定的缓冲 这是不是一个事故发生了产生的被动效果 我们并不会因为汽车设计了安全带 或者是安全气囊 你这个车就不出事故了 这有的人该酒驾还酒驾 该超速还超速 说撞人就撞人了 说上述就上述了 是因为你系安全带了以后 你就不酒驾了吗 是因为你系安全带以后 你不超速了吗 完全没有关系吧 那有的人说了 说那什么样的是事故防止发生的安全技术措施 我们还是拿车作为举例 你比方说车辆 我们为什么要装远光灯 为什么要装这个雨刮器 你想一想 装雨刮器的目的是什么 下雨的时候 下暴雨的时候 雨刮器来回摆动 对吧 能够把玻璃上的雨水刮进 保证你的视野是充足的 你的视野充足能够看到前方的道路 在这种主动行为下 你是不是安全的 远光灯 夜间行车 漆黑的路面打开远光灯 把前方的道路照亮 能够保障前世事件的可靠性的情况下 你是不是安全的 那这是不是主动的 好 还是问你这个问题 我们再回归到正常状态和异常状态 首先我们先来说安全带这个事 安全带防的是正常状态的能量 还是异常状态的能量 棒 车撞上了 撞上以后 这个人会受到巨大的惯性的一个作用 向前冲去 你告诉我这是正常状态吗 这肯定是异常状态 正常行驶的状态下 你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看不看到 异常状态下能量的释放 我们来控制这个能量 其实是能够减少损失的 那再来说 咱们这个远光灯这个事 正常状态下能量的释放 远光灯以光能的形式向外进行释放 对外界环境产生了一个照明的效果 这是不是它的一个正常释放 保证它是一个高亮的一个环境 而不是低亮的 因为如果远光灯的亮度过低 你依然该看不见还看不见呢 这不是正常状态吗 所以现在这里的内核捋清了吗 我为什么反反复复的在这多次重复 多次强调 原因就是在于这个安全技术措施的题目 今年考试的过程中 最少两道题目 两到三道题目 而且还可能会有一道多选题 要求大家必须把分打下来 这个分不能留 好 那我们具体的来说一说 这些措施都是什么措施 还是先来看防止事故发生的安全技术措施 首先消除危险源 那无非就是消除系统中的危险源 可以从根本上防止事故的发生 比方说我们选择合适的工艺 这一系列的 那么它的本质目的是什么 你像本质安全型的防暴电机设备 在正常运行使用条件下 所产生的电弧和电火花 不具备引燃引爆的条件 就是哪怕你产生电弧电火花了 它的能量也极其的低 都不可能把外界的环境引爆 这是不是从本质上我们消除了危险源 液压代替冲压 我们也知道冲压加工 整体产生的震动冲击会比较大 那么以液压的形式 是不是就解决了一个震动冲击 对外的一个影响 这消灭消除危险源 再来看合理的结构形式 比方说设备的稳定性安全距离 以及避免锐边和尖角 从技术角度上来说 在我们技术教材中 设备的稳定性安全距离 以及避免锐边和尖角是什么 合理结构形式本质安全技术 再就是选择无害无毒 或不能致人伤害的物料 那这是什么呢 这是消除危险源 很简单 重点关注防暴电器设备的选择 是消除危险源的手段 是属于防止事故发生的 其实你去想一想 防暴电器设备 是不是保证了防暴电器设备 在正常状态下所产生的能量 不具备危险性 那再来看限制能量和危险物质 比方说减少能量或者是危险物质的量 定量储存 为什么烟花爆竹的储存仓库 以及民用爆炸物品相关的库房 厂房 我们要进行定人定量的设计要求 原因就是来限制能量 让能量不会达到一个危险的量 那再就是设定安全转速 限制安全电压 好了 无论是定量储存 设定安全转速和我们限制电压 从能量意外释放的角度上来说 这是不是都是限制能量其中的一个点呢 我们当时也特别强调过 所谓的能量意外释放理论 限制能量主要的核心内核是定量 也就是能够通过一个具体的数据量来进行确定 再往下来看 防止能量寄居 爆炸物体的浓度 防雷静电接地 这都是为了防止能量寄居的 防止能量寄居的内核是什么 是让能量不增加 只要不增加就行了 爆炸气体浓度随时进行监测 突然间发现什么呀 有问题了 有超标了 赶紧采取措施 让能量不再继续增加 防雷静电机接地 也是让能量不再进行增加 比方说一个人进入化工设备 这个厂房或者是车间之前 我们要碰触静电消除器 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你身体静电能量电荷 不要过高 以免产生静电放电的现象 再来看安全释放能量 比方说设置压力容器的流量调节法或者是压力调节法 注意我们说的是调节法 我说明说安全法 没说 那如果这个地方我问你设置安全法 属不属于限制能量或者是危险物质 不属于为什么 你去想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安全法的起跳在什么时候起跳 超压 那么你再来回忆一下 超压是个正常状态还是个异常状态 正常状态谁超压呀 对不对 那肯定是在异常状态下超压 那这是不是针对异常状态下的能量释放 那这属于防止事故发生的措施吗 不属于 这属于减小事故危害的措施 想通了吧 所以我们说的流量调节法压力调节法是什么 是保证调节功能使压力和流量在正常状态下 持续稳定的运行 好那再来看隔离 隔离是一种常用的控制能量 或者是危险物质的安全技术措施 隔离旨在将正常运行状态下的危险能量和危险物质 通过物理障碍的形式与人分开 防止事故的发生 看关键词 旨在将什么正常运行状态 所以我为什么要给大家找内核 咱们有多少同学在读这一部分的内容的时候 预防以及减少的措施总是分不清 你分不清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这个内核你没找到 你光看概念了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感觉有混淆的地方 或者是用了同一个词 但是你却没有看清楚 它背后所针对的隔离式将正常运行状态下的能量和危险物质和人分开 比方说某一个设备本身就是高温 在正常状态下形成高温 我们通过一堵墙把人和这个高温设备给它分开了 人想碰高温设备碰得到吗 碰不到 你碰不到怎么发生事故 你再去想一想 为什么高压配电站以及变压器 我们是需要设置栅栏以及围栏或者是维护墙进行维护的 不是说随便一个人都能进到里面去吧 你进里面电死了 高压电压呀 这是正常运行状态下的高能量 我们通过物理障碍把人和高能量分开了 保证人不会处击 不会导致事故的发生 你们看没看到都是针对正常运行状态下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不是说在正常运行状态下的能量和物质就没有危险性 那比方说机械装置 它的安全防护罩和安全防护壳 室内外变压器的安全栅栏 产生粉尘的密闭罩等 这不都是把危险的能量和人产生了隔离的手段吗 再来看故障安全设计 本质安全设计中的一个 那故障安全设计是针对什么来说的 故障安全设计是针对于物来说的 是物即使发生故障 我们也要保证它的安全 我们并没有提及失误安全设计 因为失误安全设计是针对于人而言的 那么在系统设备设施的一部分发生故障或破坏的情况下 在一定时间内也能保证安全的技术措施 比方说加倍与冗余设计 那我不知道加倍和冗余设计 在技术科目中有没有给大家讲过 什么叫加倍冗余设计 我们去想一想 为什么凳子上的这个螺丝它不是一个 一个能不能连接 能连接 我们设置这么多螺丝的目的是为了保证 它整体结构的稳固 即使其中一个螺丝发生脱落 没有关系 剩下的螺丝还能够保证它的稳固性 这就是加倍冗余设计 我们多做出一个余量 即使其中一个坏了 没关系 我们还有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道防线 依然能保证它的安全完整性 安全连锁装置 安全停机装置 比方说紧急停止按钮 这都属于什么样 故障安全设计的范畴 然后再来看减少故障和失误 那主要是通过增加安全系数 增加可靠性 或者是设置安全监控系统 减轻物的安全状态 减少物的故障 或者是失误的发生 或事故的发生 那比方说提高钢丝绳的安全系数 设置灵明可靠的操作控制系统 设置可燃气体探测器等装置 这些是属于减少故障和失误的 请不吝点赞 设置 请不吝点赞 设置